娛樂樂飯店 一起圍繞娛樂世界 娛樂樂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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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之前獲獎 不忘講段子 我在等待機器想給我講 這個是要自己報名的 就他倆說我哪知道 陳建民片傳遭搶吻 楊肉寧郭仔傑再合作 時隔四年一別兩關 有的時候命運還是挺奇妙 娛樂樂飯店 各位好 歡迎來到 好吃好給力波利海海邊新面 獨家關鍵過去的娛樂樂飯店 我是蝸牛 各位好 我是金澤元 今天是我們的星爺 周星馳55歲的生日 我們要送出生日祝福了 不過話說回來 你看看我們這個 蓋世英雄周星馳 這一路以來 帶來很多優秀的電影作品 應該算是跟我們這一代人 帶來很多的歡笑吧 其實我覺得星爺帶給我們更多的 就是他在我們整個的 喜事業裡面 設立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 那既然今天過生日呢 我們也希望你可以以後 身體可以健健康康的 因為工作嘛 都壓力很大 希望你在以後的生活當中 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 非常優秀的喜事作品人 都在等著你哦 說到這個給大家帶來歡樂 我想要另外一個人啊 那就是這個 很會唱歌 也會說段子的薛芝芊了 哎呦 趕快來看一下 昨天某頒獎聖典在上海舉行 活動現場可謂是星光璀璨了 五月天 薛芝芊 林又嘉等華語樂壇優秀歌手 紛紛出席 共同獻上了一場精彩的音樂盛宴 此次薛芝芊拿下了 年度最佳男歌手獎 心情看起來那是相當的好 這兩年拿獎拿到手軟了他 似乎就剩下金曲獎這座大山 需要功課了 不知道芊芊計劃啥時候參加一下呢 說真的這件事情我特別想說 我從來沒有去 我一直以為啊 我在等待金曲獎給我獎 我就想你多錢這麼好 為什麼金曲獎都給我頒獎了 這麼多年了對吧 結果我沒有報名的話 後來我問別人家之後 我問你如何 這個是要自己報名 我說哎呀 那我哪知道 有的人想要獲獎 而有的人卻似乎沒有那麼在意了 出道以來獲獎無數的五月天就職業 拿獎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五月天我覺得 就是我們一直在做音樂 那真的獎項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肯定一種不義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五月天 真的很希望大家來參加一個場合 因為這個才是最直接的結束 然後我們才是最直接的表達 今日陳昆犧牲米蘭男裝周一身深灰色西裝 印證著精緻的帥眼 哎呦 著實是讓人一眼就挪不開視線了 都說似食而不惑 如今的坤哥對於自己的演員身分和生活狀態 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演員最重要的靈魂不是演技 是你的感知力 你要成為一個演員 你最重要的是感知 你要感知到那個角色是什麼 你很享受自己現在整個人的生活狀態嗎 非常享受 當然 那你覺得一個四次男人 他理想的生活狀態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這樣問 還需要問嗎 新視劇《愛我就別想太多》 昨天在北京舉行媒體談判 現場正在拍攝一場婚禮 按理說呢 結婚這麼重要的事兒 新郎陳建兵應該是人逢喜事兒精神爽呀 可看她的表情委屈卻像一個小媳婦 反倒是嬌艷的90後新娘李一彤 眉開眼笑 甚至還當著小編的面頑強吻 這一次在劇中啊 陳建兵首次與90後的演員李一彤合作 不知道陳建兵老師 會不會覺得倆人有代溝呢 因為我也是90後啊 我是90年上的大學 這個生理的年齡 它有時候不代表什麼 我覺得有些時候我覺得李一彤 在某些方面他比我成熟多了 就是我呢就是說 有些方面還需要向他學習 而建兵老人您還真的是很幽默呢 陳老師除了幽默之外呢 心態也是特別的好 結果在前不久剛剛落寞的 上海白玉嵐獎中 陳建兵獲得提名卻遺憾未能拿獎 沒了這個問題啊 他也是相當的淡定 我覺得這個獎項都是錦上添花的 我們拍戲不是為了得獎 我們拍戲是為了把這個作品拍好 是拍給觀眾看的 但是如果能夠得獎呢 那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心裡想的就是 我拍戲是為了得獎 我覺得那根本上就是 一個天大的一個錯誤 小編面評 這個觀點小編雙手贊成 近日籌備了28年的電影《鋼人波奇》 在上海舉辦首映禮 導演張揚鞋主創到場 分享了電影背後的故事 影片講述的是一個 朴素虔誠的朝聖故事 四個家庭11口人 從西藏腹地普拉村出發 歷時一年長達兩千多里的朝聖之路 作為導演多年好友的朴素 這會為影片獻唱主題曲 更是親自到場出陣 能不能彻底的看著手 敢不敢這陰方墜落 墜入黑暗中 墜入泥土中 海闊天空 我2007年的時候曾經想去《鋼人波奇》 訂好那個計畫 然後把電影展灌了 看完這個電影之後 是不是這種慾望就更強了 對 一定是 現在有劇情規劃嗎 明年 想起這段電影的時候 由葉京指導 馮小剛精致的電影 與青春有關的日子 就在上海舉辦了發布會 根據文說的同名小說 改變而成的影片 講述了一群出生 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 生長在北京某軍隊大院的 孩子們的青春往事 導演葉京這回採用全新演員陣容 而新人演員們也不負震望 為呈現出70年代末的生活狀態 學習了不少屬於那個時代的生活技能 我們在開機之前 研究練習滑冰 然後練習騎那個二八的那種車 然後還有學跳教育 六八年存回報道 所以你聽說了一個消息 那就即將翻拍新版的流星花園 而且呢演員招募活動已經開始了 哇這個消息沉之後 整個在網上炸掉了 而且呢我也是特別激動 因為這個流星花園 也是伴隨我學新時代一個成長 如果是新版的流星花園的話呢 我一定是不會錯過的 你別說現在這些熱心的網友呢 就已經給出了這個新版的iF附組合 後選人出現了 就厲害了 像這個吳亦凡啊 張以馨啊 陸晗啊 黃可桃都在其中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搭檔挺不錯 你看這個吳亦凡是酷酷的帥帥的樣子 適合演到的 還有那個陸晗長的花美男啊 然後可秀去了 所以他比較適合演花則類 其實你別說這四個人都是蠻適合這四個角色的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他們四個人可以 合作一下這一次的流星花園 沒有錯那說到這個合作的話 我們還要看到就是 昔日的一段情侶 所以郭才傑和楊佑寧他們時隔多年之後也再度合作了 我要是不困的時候我也不要 我是更對的 我也是啊 說漏了吧 說漏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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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佑寧以這種方式向全國觀眾公布自己有女友這件事兒 這說起女友呢楊佑寧和郭才傑那段長達三年之久的戀情又再一次被人提及 而且呢兩人再度合作的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在上海舉辦發布會 就在吃瓜群眾叫手機慢量人同況時 郭才傑與楊佑寧的分批次入場卻徹底打碎了粉絲的幻想 而對此導演的解釋也是略顯蒼白 大家都非常忙然後有不同的那個專訪要做 對 所以大家都要跑場 明天開始就是分到楊佑寧跑很多不同的場做不同的訓練 姚佑和郭才傑的那段往事至今響起都仍是滿瓶甜甜的氣息 那2011年 柯才傑與楊佑寧結緣於電視劇向前走向愛走 拜拜 拜拜 要遲到了 遲到了 兩人不僅在溪裡瘋狂的撒狗糧 在拍攝片上也仍舊是你農我農 好似連體一馬 不是說不親嗎 我們剛剛也討論過的時候很一起 你還記得說你這樣就呼嚨我你嗎 我們沒有呼嚨你 我們剛才是一個情感來的 還是那下次我們 我們經過會不一樣你知道嗎 我們不會... 那等一下再來 可以再補多 這樣高甜歡樂的片場 小編表示已經沉醉 而在2013年 兩人更合作了電影大尾如曼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 楊佑寧通過微薄敬愛 正式公布兩人的戀情 此後楊佑寧和郭才傑更是各種毫不掩飾 花式秀雲啊 對啊 假設你一樣 快啦 自發了啦 OK啦 蔡姐本來有同意你自己不敢 對啊 對啊 練習美滿 兩人的事業也是順風順水 話題製作小時代 讓郭才傑一夜之間 被更多的人熟知 楊佑寧也因為一部京城81號 進入大陸影視圈 之後還參演了吳宇森導演的太平輪 兩人事業蒸蒸日上 可隨之而來的就是兩人忙於工作 無法相聚 雖然兩個人都在努力 但終究還是敗給了距離 2015年3月 郭才傑發微博稱 我會祝福你 宣布兩人戀情結束 其實就是像我之前 在微博上面說的 兩個人都是辛苦的 剛好 也因為距離的關係 所以都還在那裡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其實不管怎麼樣 都是蠻辛苦的一個狀態 雖然兩人分手 可那些曬過的甜蜜 撒過的狗糧 直到現在 還讓許多粉絲 一直盼望著兩人能夠複合 在今年通過某檔真人秀 邀寧愛衝浪會做飯的人設 著實是圈本不少 那我真的也不是一個 所謂的完美男人 對 我很愛 我很愛過我自己的生活 那我很愛出去外面玩 我覺得她好念還又會做飯 又會衝浪 感覺什麼要什麼會什麼 而郭仔傑也還在本著內心的純真 憧憬自己的小浪漫 我還是覺得電影裡頭浪漫了一點 太浪漫了一點 太浪漫了一點 對 所以有的時候 顯然沒事就會特別喜歡看一些 把自己浪漫死的電影 其實內心確實都還是有那樣子 很小的很需要被呵護的那一個 但不一定每個人都看得見 無論如何 兩人看起來一直是那麼的燈段 而這一次在電影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中 再次携手的兩人 也難免會有一些親密接觸 莫非就會是他們的複合的契機 因為在戲裡面 我就是一個皮皮的人嘛 然後又故意要去逗他 對啊 然後導演都說打得很真 知道戲內的感情 楊又寧毫不避諱 但是一受到戲外的情感 楊又寧卻透出了一絲無奈和遺憾 你覺得你能接受嗎 能接受 能接受 我覺得現實生活中 也不是我能不能接受 就是 有時候命運還是挺奇妙的 當被問及兩人再度携手的可能 姚弘寧的尷尬和郭采傑的含蓄拒絕 似乎印證了一切 接下來你們會和采傑有合作嗎 如果有合適的劇分 就希望大家先回味這兩步吧 小片面評 回味越多感慨越多呀 樂部電綜合報道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月了 進度連一集都沒做出來 楊又寧控訴導演馮德倫 刪減戲分 別做一個 劉沛隊 近日第二屆 上上時尚之夜活動在上海舉行 鮑貝爾 陳玉如王大陸等人前期亮相紅毯 一身修行黑色西裝搭配灰色禮貌 這樣的包包看起來 竟有一絲絲沉著穩妝之感 的確了 這兩年在事業上力求突破的鮑貝爾 不但自導自演了自己的首部電視劇 歡喜密探 更是趁上追擊出品第二部續作歡喜獵人 還自信放眼心繫絕對不做五毛特效 拍了一部關於外星人的電視劇 然後現在正在做後期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月了 進度連一集都沒做出來 就是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們不想做五毛特效 但是又發現 你如果不想做五毛特效 就得花大量的時間去做很麻煩 除了自己當導演 鮑貝爾也沒有放過任何提升自我的機會 這些與葛優達等合作的電影《斷片》 也即將與大家見面了 這劇中投資飾演大反派的包包顯得異常的興奮 談起葛優老師更是對他的經驗精神夸算不停 這回 第一回跟葛優老師合作 我覺得葛優老師是我見過最認真的演員 沒有像他這樣的演員 葛優老師是每天 第二天的戲 前一天晚上 葛優老師哪怕跟你討論到凌晨三點四點 但是如果大家商量不明白 明天怎麼開會更好的話 他就會一直跟你商量下去 他對待戲的認真程度 超乎了我見到每一個演員的人 今日動作冒險電影《霞盜聯盟》 發布會在上海龍正舉行 導演馮德倫 協主演《讓雷諾》 張景秋 楊佑寧等奇奇亮相 未將於8月11號上映的電影宣傳著陣 G6實力陣容 要言有言 要實力有實力 的確讓大家很期待呀 這部影片對於馮德倫來說也是頗具意義的 不僅是馮德倫指導NFC大熱美劇荒原後 回歸華語螢幕的重磅立作 還是這位新近人夫帶著老婆書籍婚後的 大飲品首秀 這服務器當工作起來的默契自然是無需多言 但如果說要來評論你跟你太太拍攝的默契的話 你覺得你會怎麼評論你們的默契 不錯啊 不錯喔 給幾分你們的默契 很好啊 就是反正我們都蠻那個 就是公司分很厲害 就是拍戲 就是拍戲 好一句公司分明呀 節目的楊佑寧就立馬站出來控訴 原本說好與書籍的感情戲份 也在開拍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導演你就說好的公司分明去哪兒了呢 其實看劇本的時候就是因為 那個看到裡面跟書籍有感情戲嘛 就是特別激動 然後就很想接這個劇本 但是後來都被導演改掉了 小編點評 接下來估計就要金屋殘膠囉 昨天秋冬雨 惠思葉 余飛虹等人 信心上海出席某時尚活動 為了即和當晚宣言幸福的主題 幾位女星都一一分享了自己的幸福心得 身穿一些淡粉色連衣裙的周冬雨 雖然頂著金馬最佳女演員的頭銜 但不得不說滿滿的少女感 當真是藏也藏不住 從簡單的直言片語解讀對幸福的定義 都能看得出周冬雨的快樂哲學 我覺得幸福就三件事情 有所期望 然後內心充滿愛 每天有事情做 而步入三十歲 結婚生娃組建家庭的霍思葉 對於幸福的解讀 就顯得更有層次感了 我現在這個年齡 做女人也好 還是做一個演員也好 是一個最好的人 因為我感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由張一謀指導的全新觀念演出 對話預約2047 近日在國家大劇院正式揭開神秘面紗 各種傳統玉術 與不同的科技手段輪番上陣 帶給觀眾一次次試聽正喊 值得一提的是 張一謀的三個孩子也到場會發法助陣 談及自己這次的全新嘗試 她興奮地表示 孩子們一定會喜歡 我相信孩子們會很喜歡 今天我的三個孩子都來看 我相信他們會有無數的問題要問 要問我們 你看今天觀眾鼓掌歡呼的幾次 都是特別有效果的 即將於6月30號 在全國院線上映的科幻動作電影 《逆時營舊》近日曝光了 對決版預告片 電影中央霍建華變身瘋狂凶狠的 反派綁匪 在電影中捧虐陽蜜 而陽蜜為救兒子逆轉時空 和霍建華展開時活動 由此也產生了同一時空出現 三個陽蜜的器官 有很多很多 像你們這樣 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中央 中央 六本年族 雷下頭 中央霍建華 歡迎各位來到好 照給你玻璃海灘點心面娛樂顯微鏡的環節 答對問題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獎品來 我們上期的正確答案就是水池線 恭喜以上兩位朋友可以獲得的是我們玻璃海灘大禮包一份 以及我手裡面這個東南衛視娛樂樂翻天為你定製的充電寶一枚咯 好我們再看今天的餘的顯示問題 問題就是呢 拿著技術捧花的人是誰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話呢 趕快通過微博和微信方式來告訴我們 回來正確就有機會可以獲得玻璃海灘送出的大禮包 以及我們東南衛視樂翻天的定製充電寶了 是的今天的節目就這些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明天見